今天是全台灣的人 一般來講你說地震 它基本有區域線 北部地震很搖晃 南部可能沒那麼嚴重 南部很嚴重 北部沒那麼嚴重 今天是全台灣 除了921之後 沒有這麼可怕過 剛剛講現在花蓮 花蓮技術剛剛講的鐵路公路 全斷掉了 寶玖哥這個畫面你會相信嗎 剛剛你看到整個清水斷崖的那一段公路 整個崩山天崩地裂 剛剛應該講山崩地裂 然後呢房屋島整塊 寶玖哥7點58分的時候 我剛好要準備我的廣播節目 我跟我的來賓趙川莊 只是兩個在討論什麼馬錫慧 講到一半突然 秉秉蹦蹦蹦 地動山搖 不過我有經驗 我剛入行就遇到921嘛 所以我大概知道是什麼狀況 把門打開 跟我助理講說 等一下要是沒有那個 網路的話直接廣播繼續 然後呢 那個我的助理啊 辦公室的那些同事們 因為有年紀比較輕啊 2000年以後才出生 2004年的 2002年的 嘰嘰叫啊 因為他根本沒有遇過921 可是我發現這很嚴重 因為我的辦公室在10樓 你現在看到這個是花蓮的 那個整個樓都整個倒塌 還有那個早餐店 整個一樓倒下來 太多了 那921的記憶又回來了 為什麼 因為呢 這個時間7點58分 大家都剛起床 921是半夜1點47分 你看到這個畫面 真的搖得非常嚴重 那我要跟大家說 它的規模是7點2 921是7點3 然後呢 它的深層是到這個15公里 可是921的話只有8公里 你看這個在花蓮的飯店 那個壓過來的 旁邊還有一個白色的 野生飯店 它就已經快要壓到了 國外的媒體 都在引述這幾段畫面 前面房子倒了以後 車子 基本上你看 我就說嘛 這個屋倒地裂 然後呢 這個人都從車子裡面跑出來 對 對 這就是早餐店旁邊 對 觀眾朋友你要知道 因為那個時間很早 大家都在上班 上班其實大家都在開車 一般開車是不會感受到地震的 這一次的地震因為太強烈了 大家開車開到 還有好幾個朋友在講說 小朋友帶小朋友上學 不要在那邊跳 小朋友以為在那邊跳 不是 是整個都在動 因為你現在看到很多畫面 台北很多連外道路 包括中正橋 中彩橋 你很多 台車 這是中正橋 我如果是摩托車的騎士 我嚇都嚇死了 新北市每天超過大概100萬人 要到台北市來上班 上課 那你看 剛剛那個畫面 這個是在新北 你看 大家有沒有看到 這我們都沒有經過任何的處理 後面這台車開大班發現說 這到底怎麼回事 體頂大高 怎麼地動山搖 我們導播再看一次那個畫面 他開的時候 他發現到不對了 然後旁邊左邊的那個遊覽車有沒有 快翻車了 前面這一台 只是小轎車喔 你看他有多大的搖晃力 左右都晃動 晃動到輪胎都快要離地了 所有的車 剛剛講的摩托車跟這個汽車都一樣 大家第一個動作是幹嘛 先停下來 這個是在永和到台北的中正橋 你看這個阿姨 他騎摩托車以後也是丟丟丟 直接停在路上了 不過這些機械騎士很厲害 等到DJ停止以後呢 繼續往前騎了 就騎過去了 所以呢 早上這個情形是這樣 通勤的人都感受到了 然後呢 正在路邊 看大樓的人 看到很多畫面 台北市的幾個大樓 包含呢 像淡水有個大樓 他是怎樣 他是直接水就下來 那這個呢 好 這是淡水的樓 在淡水的紅樹林捷運站旁邊 他的高樓 現在豪宅第一個要高 第二個view要好 第三個什麼 一定要有游泳池 他游泳池有的放在地下室 有的放在樓頂 樓頂就變得更好 因為淡水可以看到海嘛 結果來 把這個人再看一次 古爺娜桑 好像是 瀑布一樣有沒有 那是游泳池的水 因為他就是晃動到游泳池的水 整個都晃出來 那我們從下面往上看是這樣 你看那個水一直下來 等於是把整個游泳池 可能大概三分之一半的水都可以晃下來 另外 等一下等一下 我如果在游泳池游 我不就被害出來了 好 你講到這個 我給你看另外一個畫面 這個很高 如果有人在游泳 真的有可能被晃出來 真的有可能喔 但是你看喔 在我們台北市的金華酒店 金華酒店今天早上也有人 那這個畫面我跟大家講一下 這個在哪裡 這個在信義的軍樂飯店旁邊那裡 基隆路的一個大的 再重新蓋的大樓 我每次開車經過去 從市政局往前看到 法教練你注意看喔 它的整個那一個 就是上面的吊壁的那些零件 左邊掉下來 你注意看喔 旁邊的舊過仔被它打到有沒有 還彈上來 你看就這樣整個就掉下來 讓大家想起什麼回憶 331 對 就是331 331 101的掉筆整個掉下來 還砸到那個 保健的車司機 那我剛剛講喔 剛剛游泳池的水 為什麼會漸出來 因為你要知道 那個晃動已經超過 我們一般的想像 這個就是金華飯店 人在裡面這樣害來害去 對 就全部只有他一個人去乘泳 7.58分 不過他朋友也陪著他啦 因為拍影片就是他朋友嘛 所以保健哥 你要看他畫面 他這邊游泳 游到一半以後 這是怎麼回事 整個金華酒店的樓點的游泳池 就他一個人 這夠清楚了吧 整個游泳池的水 都被晃出去了 那剛剛所看到的淡水 那個樓頂就是 整個大游泳池 晃得比這個還嚴重 所以水就直接晃到樓下去了 所以當你掉臂掉下來 水也潑下來的時候 你要知道 如果你今天整個房子技術 不夠的大樓 台北市這次是五級 我覺得我剛剛講 921很嚴重對不對 921級是台北市的紀錄 震度是四級 那今天是五級弱 因為五級有分是五級強 跟五級弱 所以已經跨過五級 今天比921台北 如果台北市來講更強 每一個人感受不太一樣 但是如果以數字來看的話 921台北市的震度是四級 但這一次台北市的震度是五級 所以反而還更大 台北市跟新北市 這麼多人 雞八人坐在這邊 大家都感受就會非常的強烈 這麼多的狀況 還有的地方 是整個攤方下來 剛剛講通勤對不對 這個更是遭不得體 剛剛那個計程車 那個司機騎摩托車 都還可以停下來對不對 你搭協運 這是文壺線 沒有辦法 你就在車上 老先生你看喔 有一個中間本來沒有位置 坐的這位有沒有 穿著白色襯衫的那個女士有沒有 他本來是說 我就抓著這個桿 沒有問題了吧 因為晃我都感覺到了啊 但怎麼辦呢 晃到他都會擔心 會不會整個車廂都會晃下去 我剛剛有真的怕 所以趕快蹲下來有沒有 所以呢 這個就是在這個文壺線 可是你要知道 中和還有另外一條 這個環狀線 它是也是一樣 因為到了一定陣度 所有高鐵捷運都會停下來嘛 這你看 這個就在阪欣站附近 這在沖客他們家附近喔 它直接你要看到 它的那個基座 已經直接位移錯位了 所以新北市政府說 這個東西不可能一兩天修好 暫時這條線 目前就要用公車接駁了 所以一場地震下來喔 不管是哪裡 全台都有感 造成花蓮現在目前最嚴重的就是 死傷最多在花蓮 而且整個清水帶來周邊的那個 車子開過去的時候 落實掉下來打到了 不幸好幾個人死亡 然後呢 在這個山上的很多人 現在目前下不來 在花蓮沒有辦法到台北 台北開不到花蓮 所以目前花蓮 暫時已經跟北部隔絕 真要去的話 你要繞一整圈 到了高雄再到台東 然後走這個台九線 或是其他的方式 到花蓮去救助 現在各地的人都往花蓮 前奔而去了 馬封城 你今天特別帶來 你珍藏的 這個什麼 龍藏經的復刻版 這是你的傳家之寶 帶來這個地方 你說這個東西非常重要 是因為你說現在 居然180年一遇的三元九韻 龍藏經誰寫的 龍藏經是康熙教 這個所謂的喇嘛 把它一個字一字 唸一個字 唸一段經 寫一個字 唸一段經寫一個字 寫出的龍藏經 阿扁之前還特別去看過 你說當時康熙碰到的 就是180年一遇的三元九韻 的第一年剛開始 今年又是三元九韻的剛開始 我告訴你 寶傑 在今天地震一發的時候 我老在第一個跳出來 三元九韻第一年 2024年 為什麼 各位去Google 2024年三元九韻第一年 好 九韻的第一年 各位去Google 會發現三件事 地質災害 自然災害 人為行為市場 我當就有點奇怪 地質災害不是在 自然災害裡面嗎 對 他單獨列地質災害 而且列了第一個 然後我想到 跟三元九韻有關之後 我第二個想到什麼 想到什麼 我要勸告我的同學 賴清德副總統 到故宮去看龍藏經 而且要看護法神 好 那為什麼呢 我跟大家講一下 這是今年 南昆是 這國運圈我們不要去解釋了 我看最簡單 來導播看 不急 不好 不急 不急 半收 不急 不急 不好不好 都是不好的 跟康熙當年 接 接皇帝 不好 一模一樣 熬拜 吳三桂 準哥 都在那邊等著他 好 那我先跟大家講三元九韻 注意看 三元九韻是幾千年前 老祖宗用這個黃曆 這就是黃曆喔 一百八十年一次 然後每六十年一個圓 上圓 中圓 下圓 然後分為九韻 每一韻是二十年 這一道外國 這一元是從二零二四年到二零四三年 我告訴你 一道外國人手中他們傻住了 幾千年前怎麼可能知道 這是有關係 各位知道 這一運二十年 這一開始到結束是什麼時候 土星跟木星相遇 這個每一年是土星跟木星相遇的一年 二十年一年 那六十年發生什麼事情 土星木星跟水星相遇在一條線上 那一百八十年是什麼事情 是什麼 九星連珠 九星連珠 對 所以老外說幾千年前你就知道 九星連珠 九星連就是一百八千九星連珠 一運四 土星木 就說一下都漢出來了 跟星辰都有關係 好了 各位看 下圓九韻 南昆生戴鐵府搞那個牽絲 他說是中上牽 我也相信中上牽 就你跟我講底下都是不好的 你看吧 不急不好 不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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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好不好 全部在這裡 好 那我為什麼 請賴清德總統 我的同學 要去看龍藏經 我跟大家講 夏圓九韻2024年到20 2020年開始到2043年 20年 三百六十年前 一百八十年一個輪迴嘛 三百六十年前就是兩個輪迴前的 三圓九韻的今天 康熙接皇帝八歲 對 那他那個時候 孝庄皇太后就是他的 康熙接皇帝是三百六十年前 結果孝庄皇太后知道 三圓九韻大凶 因此他就做了龍藏經 孝庄皇后 龍藏經就為了對付 三圓九韻的開始 真的 真的 所以他找了一百七十一位高僧 寫一個字唸一個金 這個用了五千兩黃金去寫 寫了之後你知道發生什麼事嗎 他總共寫了 這個寫了五千兩黃金 五千兩黃金 超了一千零五十六個金點 總共寫了五萬多頁 五萬多頁 最重要看佛像 他在書裡面畫了七百五十六尊菩薩 你知道用了多少金銀珠寶 還有金銀珠寶 他刻在裡面 鑲在裡面金銀珠寶 鑲了一萬四千三百五十六顆 珍珠瑪瑙在裡面 好 還有 所以這個真的是用黃金寫下來的 對 黃金 而且那是羊皮券 那最好的羊皮券 要用上黃金 一字每一字都有唸一個經尾寫下來的 我告訴你 這還沒有 這全部裡面都有機關 我跟大家講 看過一眼 你可以保七四福報 你說看龍杖 你可以保七四福報 對 去上網去查 這已經有很多研究了 譬如他外殼 是這個 麻痺 麻痺 他的這個 附金板 上附金板 注意看 上附金板呢 十項自在 這很厲害的 十項自在 這是他上附金板 裡面全部是保護的 看到沒有 這是巴吉祥 巴吉祥 這裡面全部都是保護的 這上附金板 下附金板 更厲害了 下附金板 十字金剛柱 我不細講 你知道十字金剛柱 在喇嘛裡面 是最高無比上的 在他下面護的 裡面當然也是 我跟妳講 故宮發覺一個更可怕的事情 對 因為他外殼是一個洽布 黃金洽布把它包起來嘛 對 就有一天破個洞 怎麼樣 故宮就進去看一看 撒住了 布裡面有學問 它是三層的 三層的 你說包這個布 這個布裡面有三層 那裡面一層一看 撒住了各位觀眾 故宮被嚇到 裡面是這個樣子 外面平淡無奇 裡面居然是黃帝團龍如意雲文 大龍團在裡面 他們說為什麼龍要藏在裡面 為什麼 因為他要淺龍藏龍 平常是不動的 你去求他的手 他藏到別人不知道 他就出來了 今年什麼年 龍年啊 今年龍年 今年龍年 就需要龍杖 現在龍藏龍淺龍出來 這個是我們故宮的新發現 好 你外面那個黃布 黃斷的布 裡面藏著 黃帝團龍如意雲文布 對 沒人知道 連康熙帝都不知道 藏在這個布裡面 好 現在我跟你講 自從這個東西 龍杖經濟做出來之後 康熙做了什麼事情 殺毫敗 滅無三桂 破準格爾 一路 本來是 三元九韻 是災難的 他氣勢如虹 啪下 康熙建的61年的帝國 是在 有史以來最常 在位的 那在紅山軍包圍總統府的時候 陳水扁 阿扁總統 跑著 看的就是這個龍杖經 我告訴你 這就來了 有爵士的高人 叫阿扁 告訴阿扁 現在你貪污 避案殘身 那個紅山軍要找你下台 提前下台 你現在只有一件事情到故宮 去看龍杖經 難怪我想說那個時候他沒事跑到故宮 而且特別指定要看龍杖經 還沒完 我要把祕密跟大家 你還有祕密 他是2008年2月9號晚上9點9分踏進故宮 你再說一遍 2008年2月9號晚上9點9分 我告訴你 大年出山 大年出山 好 他就跑進故宮 到故宮的時候 你跟阿扁也很熟 阿扁是一個很親切 很有禮貌的人 我有一次在阿扁家門口 他看到我就跑過來跟我握手 你知道他到故宮發生什麼事情 什麼事 馮明珠在旁邊陪著他 當著故宮博物院的院長 當時他是書畫處處長 書畫處處長 後來當副院長 一個女生在旁邊陪著你 阿扁進去 沒看他一眼 沒跟他講話 沒跟他握手 根本不理他 因為人家告他 你氣不能破 你一跟人家講話 一握手 你的氣就破了 所以他直接走進去 不跟人家打招呼的 進去看 而且指定看護法神 我告訴你 你說龍杖機裡面 還有分一個護法神 護法神 他去看護法神 經文跟圖 你知道 抬護法神出來那一行 要兩個人才抬得動 這麼做 對 抬出來以後他去看 看完之後 也不講話 低頭就走了 不能把氣兒的氣破掉 從頭到尾不講話 不講話 也不握手 也不打招呼 也不打招呼 也不碰人 結果 洪三星朝就退了 阿扁跟吳淑貞 到今天 在家裡面 什麼事都沒發生 我告訴你 看一眼龍杖精 跑七世浮躁 各位 當年就是 今年 注意看 三元九運 三元九運 2024年 開始 第一年 360年前 前兩輪 就是康熙 靠龍杖精 渡過了三元九運 對不起 我不能這樣拍十項自戰